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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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在六年前的一个夏天 我们的公司突然决定要狂招市场推广人员 那当时在最后一轮面试的时候 有一位candidate面试者叫做Peter Peter对于我们心理学的产品服务有非常大的激情 人非常的聪明 自动的驱动力也特别强 我们的团队非常喜欢他 不过到最后一轮面试的时候 大家有点小犹豫 那这个犹豫是什么呢 觉得Peter似乎缺乏了一点灵气 那正好我们公司在对于招聘市场人员 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觉得一个人如果没有灵气的话 似乎这个工作很难做好 什么是灵气呢 灵气在我们内部的定义里面 是一种当你面对未知不确定 或者复杂的状况之下 你还能够保持你的判断力 以及向前一步的一种勇气 所以最后我就问Peter一个问题 我说Peter 你有没有谈过恋爱啊 然后这个时候Peter很害羞地看着我说 还没有 我心里想怎么可能有一个人25岁了 还没有谈过恋爱呢 我快晕倒了 然后我们的HR也快晕倒了 他心里想我的老板疯了 怎么会没有谈过恋爱也不能招呢 所以后来我们没有邀请Peter加入我们的公司 但是我一直觉得谈恋爱这件事情 是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不是因为我很喜欢谈恋爱 我也不是一个恋爱专家 但是我相信一个人如果没有谈过恋爱 你很难真的发挥自己的潜力 你甚至不知道你自己 蕴藏了什么样子的潜力 所以直到去年 我终于有一个机会可以大胆地 这个验证我的一个观点 我们有一个工作号的平台 叫做Do Not Tell Me 那在去年呢 我们就决定运用我们的优势 就是心理的测评以及大数据 帮助年轻人谈恋爱 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launch了一个新的产品 叫做如果我们在一起 帮助年轻人去探索内心对情感的需求 再根据这些需求 在朋友圈里面匹配出 真正会让你幸福感最高的那个人 可能会是谁 在经过150万个用户的验证 以及我们知道无数 就是像千封这个感谢信以后 我终于验证了我的观点 而且呢还总结出了 对于年轻人谈恋爱 一些非常有趣的发现 以及实用的建议 就是90后的幸福爱情攻略 第一个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 就是年轻人发现在谈恋爱最大 最重最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 就是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我们发现如果你不知道你需要什么的话 你的这个恋爱的失败的几率 高达97% 那你可能会说 到底要怎么样的去了解 我需要我的爱情到底需要什么呢 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不要说我的爱情需要什么 我连爱情是什么都还搞不清楚 你如果现在上百度搜索 爱情的定义你会发现 你会找到2500万多个不同的定义 有从科学的角度 从哲学的角度 从心理从生理各种角度去定义爱情 那到底什么样爱情的定义才是靠谱的呢 才是最接地气可以帮助我找到真爱的呢 我发现爱情最好的定义是什么呢 是来自Robert Sternberg Robert Sternberg的定义爱情是什么呢 爱情其实是一个故事 那在这个故事里面 你会找到最好的自己 那为什么故事那么重要 因为在Robert Sternberg做了无数的实验以后 他们发现 当你两个人的爱情故事相匹配的时候 在这个情况之下 是最好能够去预测 你的爱情是不是会幸福的 比如说有些人从小到大 他的爱情故事是公主与王子故事 有些人呢是警察跟小偷的故事 那你猜猜看你是什么故事呢 我们来先看中国年轻人的这个爱情故事 Top 5 第一个是一个大花园 有些人的爱情故事是一个大花园 他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陪伴相互的滋养 有些人的故事是什么呢 是一场精彩的冒险 他相信不在乎天长地久 只要曾经游泳 需要两个人不断地一起变化跟成长 如果这个变化接不上了我宁愿分开 有些人的爱情故事是什么呢 是一个轻松的喜剧片 就要每天开开心心的 有些人的爱情故事呢 是一个商业合作 就像一个partner 觉得爱情呢是一个partnership 这有点像刘强东跟奶茶妹妹 最重要的是双赢利益的最大花 有些人的爱情故事是什么呢 是一个战场 他相信两个人的争吵呢 是体现这个激情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所以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 这个戏剧性的刻苦铭心 当我们在故事里面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可以非常立体地去定义到 到底钱意味着什么 变化意味着什么 两个人之间的权利 你怎么定义浪漫滚床单里的需求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你最喜欢 最舒服扮演的那个角色 在爱情这个场景里面 你喜欢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呢 在故事里面 你会发现你很容易地去找到 有些人是一个旅行者 有些人呢是一个战斗者 有些人是一个守护者 有些人是一个幻想家 那如果你不知道你的爱情需求什么 第一个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找到属于你的爱情故事 第二个大家常问的问题就是 我们如何定义这个人是对的 有没有人问过自己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对的 每一个人都谈恋爱 但是呢 有些人成功 有些人失败 我们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就是我们把他的谈恋爱的结果 他非常满意的一群人 跟非常痛苦的一群人做了比较 他们在选择那个他的时候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发现对爱情幸福感非常高的那群人 他在选择对象的时候 前三名是第一个他让我感觉很舒服很放松 再来是我真的很爱他 再来是我们的价值观是接近的 但是呢 感情特别痛苦的一群人呢 他在选择另外一半的时候是 他很有魅力很有吸引人 让我有安全感 我真的很爱他 看起来是挺不一样的对吧 但是背后这些分析 到底可以找到一个幸福爱情的公式吗 很高兴告诉大家 我们找到了 在所有不同的选择的关键当中 我们发现只有两个东西 是可以预测你的爱情的幸福感的 那就是 我是不是真的很爱他 以及在一起是不是感觉很舒服 如果你现在在一起的另外一半 你觉得你很爱他 而且呢在一起感觉很舒服 你很可能有一段很美好很幸福的爱情 如果你的另外一半 你觉得你很爱他 但是在一起觉得感觉很痛苦 请赶快跑 因为呢 这是最不幸福的一种爱情的一个模式 如果你觉得在一起 两人在一起觉得很舒服 但是你觉得并不爱他 或者你并不知道你爱不爱他 你可能会有一段OK的恋情 所以我们两分到四分这种恋情 所以第二点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需要 真爱跟在一起感觉很舒服 两个缺一不可 这个就是幸福爱情的黄金公式 第三个大家常问的问题是 童话故事存在吗 我们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呢 就是在童话故事里面的一些必要场景是什么 有钱 他是我的梦中情人 然后这个人很有吸引力 特别有才华 我们发现这四个童话故事最常出现的这个因素啊 正好是跟幸福爱情 互相关最强的四个因素 所以 童话故事它可能存在 但是如果你因为这些因素去选择另外一半的话 你的爱情很可能是不幸福的 所以下一个跟大家的建议是 放弃韩剧里面的那些幻想 Witty Allen说过一句话 他说 爱是答案 但是当你在等待这个爱的答案的时候 性会提出很多问题 所以下一个我跟大家沟通的是 Sex Yes 你的猜对了 滚床单这件事情 在滚床单这件事情上面 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发现就是 我们狂缺主动者 大家都好被动啊 在床上 男性 喜欢主动的男性只占7% 女性呢也很少 但是居然是男性的两倍是15% 所以你想想看 如果你是一个被动的男性 你要等待一个主动的女性来 跟你配合 或者你是一个被动的女性 你要找到一个主动的男性 跟你配合 这机会多么渺茫啊 所以在滚床单这件事情上面 给大家的建议很简单 就是要主动一点 如果你愿意从被动变成更主动一点 不管你是男性还是女性 你在滚床单更幸福的机会呢 就增加了75倍 Yes 75倍 所以很简单啊 就是主动主动还是更主动 下一个主题 爱过之后 爱过之后又怎么样呢 记得我之前面试的那位Peter吗 我们一直在想Peter 如果当时在大学的时候谈过恋爱 现在真的会变得不一样吗 所以我们得到了验证 男性跟女性在谈过恋爱之后 他的能力最明显提升的 除了我们看到这些前几名 他有更多的同理心爱的能力以外 最鲜明的我们原来说所谓的那种灵气 也就是面对变化的那种勇气 以及愿意在不同的环境中去自我改变的心态 都是在前五名最关键的 而且男性跟女性还会有 在谈恋爱之后有不同能力的提升 男性能力的提升就是克服各种困难的能力 然后责任感以及激发他所有的这个创造力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经历过周围的这个男同学 因为谈恋爱他也从学渣变成学霸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女生呢 有没有我不知道有没有周围的朋友 原来呢是一个这个邋遢的女神经病 然后因为谈恋爱了以后 变成成熟 然后又充满魅力的这种女生 为什么呢 因为女生在谈完恋爱以后 直接成长能力跟男生最不一样的地方 它是增加了爱自己 跟建立信任的能力 你可能会说 我也知道谈恋爱很好 但是Wendy啊 你知道我要谈过多少失败的恋爱 多少失败的例子 才能够真正好好享受一段恋情吗 我们知道谈恋爱并不容易 所以呢我们也分析了 你的恋爱成功或者恋爱失败 对你的学习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影响呢 我们发现 如果你的恋爱是失败的 那其实你在这个面对不确定的能力之下 你的能力增长的几率是成功的两倍 而且你还会有更多这个冷静更理智 而且呢快速学习的能力 所以万一你失恋了很想死 千万不要死 因为能力不断地在提升 很重要 所以缺爱吧 每一段恋情都会让你更好 很多人说对我也知道谈恋爱很吸引人 我也希望变得更好 但是谈恋爱花好多时间啊 那是不是影响学习 会影响工作呢 很多人似乎认为把谈恋爱 跟这个娱乐放在同一个这个品类里面 觉得谈恋爱好像是我把正常的工作做完才可以去做的事情 给大家分享一个很振奋的一个数据 我们发现如果你现在在一个幸福的爱情里面的话 你找到幸福职业的几率就是别人的2.2倍 所以谈恋爱可能很花时间 但是呢它为你带来的成长跟能量 其实会增加你成功的几率 最后这个是五个我想送给大家的一个礼物 帮助大家可以更好的谈恋爱 找到属于你的爱情故事 然后呢掌握这个幸福爱情的公式真爱 跟在一起很舒服 那放弃韩剧的那些这个浪漫的幻想 滚床单的时候要更主动 然后去爱吧 因为每一段恋情都会让你变得更好 当我们把这个结果做出来的时候 我们非常的兴奋 我还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打电话给六年前我面试的那位Peter 虽然当时没有邀请他加入公司 但是我们团队很欣赏他 一直有保持联络 我们跟Peter分享我们的这个研究 然后问了他一个问题 说Peter如果你在大学的时候 看到我们这个研究 会让你更主动的去谈恋爱吗 Peter回答让我们挺受挫的 Peter说不会 我们说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 我还不够好 那我们到底要多好才能够谈恋爱呢 其实我们发现不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 不管你的恋爱是成功还是失败 只要你愿意跨出那一步 也许有时候谈恋爱真的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有点像坐云霄飞车会让你晕眩想吐 甚至觉得好像要冒着生命的危险 但是也是因为它是一种高挑战性的一件事情 让我们很自然地会增加面对不确定性的能力 以及快速学习一种成长的潜能 所以我觉得我们并不需要变得更好才来谈恋爱 反而我相信谈恋爱是一种最自然 而且最有趣 而且最高效的成长的方式 希望今天的分享 帮助大家带来更多的勇气与智慧 好好地享受每一段恋情 谢谢 谢谢